在我看来 美国是有过度的反应 在国际法里面 国家对它的领空 它是有完全的和排大性的主权 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事件 它比较特殊 它是一个意外的这种孤立的一个事件 这艘无人飞艇 它是民用性质 并且它是用于气象等研究的目的 那么它偏离了预定的轨道 是因为它受到强西风的影响 并且它本身的机动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由不可抗力 所导致的一个孤立的事件 在我们中国已经很明确地提出 可以和美国进行合作 沟通协调来妥善解决这个事件的 这个前提之下 美国它选择了一个最为极端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无人飞艇 也就是通过一枚导弹把它击落 这种方式并且后来通过将这些无人飞艇的碎片 进行打捞和分析 并且很快速地对六家实体进行制裁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 它其实是反映了它从始至终 它没有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件 它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并且它做出自己的决定 单边的采取一些行动 芝加哥工业第三分条 它承认了 它说各国应该避免 对飞行当中的民用航空器 使用武器 如果需要拦截的话 要不危及机上的人员的生命 和航空器的安全 可以看到第三分条 它所反映的规则 其实很可能已经形成了习惯国际法 如果说它一旦形成了习惯国际法 一个国家有没有批准它 都是对它极有约束力的 那为什么说 很有可能形成习惯国际法 第一个从第三分条的用词来看 它的用词很像是承认一条 已经既有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第二个呢 目前我们说最少158个国家已经批准 所以这个加入的这个面已经很广 第三个呢 它的国内法其实也有很多 类似于芝加哥工业第三分条的规定 所以可以反映出 它本身也认为这样的规则 是应当成为法律的 当一个国家发现 它的领空内有未经允许 而进入的外国航空器的时候 规定了一定的处置措施 比如说这个国家可以要求它 在指定的机场降落 如果说美国善意的去旅行 这一规则的话 或者这些程序的话 它本可以采取更加缓和的这种措施 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非武力的方式 来解除它的这种孤立吧 所以说它最少涉嫌违反了芝加哥工业第三分条 所反映的这个不对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器的这么一个习惯国际法规则 首先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强调 就是国家对它的领空的完全和排他性的主权 应该尊重 这是国际法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它对所有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国的航空器 不管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 如果没有经过另外一个国家的允许 是不能进入另一国家的这个领空 但是像这个事件当中 比如说因为不可抗力 或者其他的这种危难的状态 误入他国的领空 这种情况下的话 还是相关的国家 还是要进行这种通报 沟通 协调 那么双方应该是秉承最大的善意 去解决这个事件 而不是去增加双方之间的这种 误判 甚至局势的恶化